大家好,对于枝子花这种植物 大家对它并不陌生 它既好养,它做的花朵也是特别的好看 特别的芳香的 今天主要讲的就是 在春天和夏天这段时间养活枝子花 有两个动作,不要对它做 一做就死 其实不能够做的两个动作 就是不能换盘,不要修剪 除非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给它做的动作 不然的话,在它开花期间 你想要给它修剪或者是换盘的话 它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死掉的现象了 生产开花阶段 建议不要给它更换盘多 建议不要修剪 这样就能够把它养得很好了 同时,适当给它补补肥也是可的 比如说,盆栽菊子花的话 我平时就是使用这种比较好的 微生物颗粒有质肥的 这种里面所含的有质质成分 蛋白质成分是特别的多的 还有各种微量元素 使用方法也是特别的简单的 里面就有一个小勺子的 像这种小口径花板的话 一般都是用到三勺就可以了 可以做到一个埋肥 还有撒到盘土表面 两种吸用方法的 也可以给它作为底肥 一起混泡一些脊油 栽种一些脊物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是一种通用型的花肥 不单单用在基纸花上 其他的脊物也是能够使用的 撕肥也一定要掌控好 不要盲目的乱撕肥 比如说一些没有经过 复苏好的一些肥水 制剂的肥水 也不用给它马上立马使用 特别是发酵了 两天到三天时间的 就要不要浇滚一些花花草草绿植 最后就说一个防虫工作了 防虫工作的话 进入春天还有夏天这段时间 一些病种害的高发肌 红肌猪 藉口肿白粉肌 牙虫 白蚁 蚂蚁等等 一种种害 都会隐藏在花盘盘土里面的 有时候我们是看不到的 在看不到的情况下 这时候做好防虫工作了 我这一棵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长得特别的旺 我就是使用了这种内西芹的肥虫胺 给它撒来移植到盘土表面的 因为肯息到了 它就慢慢的死掉了 这样就不会出现一个种害的发生了 这样就把一棵 或者更多棵 鸡子花 养的比较的旺了 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 在养护鸡子花的过程中 春天和夏天这段期间 不要给它做两个动作就可以了 好了 下期再见